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吧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Protobuffer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刚才有同学可能对他了解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大概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这个东西呢就是个配置文件 简单说就是个配置文件 配置你里面的网络该怎么去构建 网络参数是什么样的 形状是什么样的 它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不停地写配置文件就行了 你不用去改其他的东西 对 然后呢这里面配的呢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代码呢 就是说它的关键字写好了 那么关键的一些参数都有 你按照这个关键参数写就行了 它可能有默认的 那么默认的话 你要想要默认就不用写了 没有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写一下 有些是强制你必须要写 不写的话他不知道 那么看一下这个真实的一个 Protax是个什么东西 就真实的我们去配的时候怎么配 比如说名字的话叫做ResNet 152 P3D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名字 Base Model呢就是用的ResNet 152 这名字当然你可以自己起了 你随便起什么都行 然后呢这一层layer呢叫做Data 就是说数据 数据就是最原始的数据 那么两个top什么意思 两个top就是说 这个layer我要出来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 大家可能没看过文章的话 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说有画那个网络图 有人从下往上画 有人从上往下画 我记得谷歌的习惯是从下往上画 然后cafe里面呢是从上往下 cafe出来的东西叫top 然后呢上面接的东西叫bottom 所以有时候呢 你看那些文章里面网络图 你要不仔细看 你可能会把结构彻底弄反掉 就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 要仔细一点这个事情 就是之前会遇到这些东西 然后cafe呢 出来的东西呢叫做top 然后呢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VideoData Prime是干什么的 就是说这个VideoData layer里面 你要传一些参数 告诉他该怎么办 source是什么呢 source我这里面写的话 我是按照原始的image data 来仿造他写的 改在他里面参数 source是什么的 就是说你从我的一个TX文件里面去读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件文本 一行一行的 你读完我以后呢 我去做一些事情 batch size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batch有几个呢 我设成两个 lunance的可能是一些其他细节 就是说我这个视频我要多长 是1呢 我其实设定的1呢 意思就是说我是取几段 我们视频要切的 然后呢我写lunance的1呢 就是只切一段 那么就从中间随机取了一段 segment呢就是说我取了这一段里面 我取多少帧 我取了16帧这里面 modality呢 这是我自己写的 加了一个它叫RGB的 因为可能还需要 去其他类型的一些数据 所以我写了个RGB 其他类型的会改成别的 然后它会 程序里面已经写好了 是不是要做shuffle呢 是的 就是说这个数据进来以后 这个16帧我不要它连续 我要它shuffle name pattern呢就是说我读的 因为视频我把它解码成了图 解码成图以后 每次我要怎么读呢 这个图的pattern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image下滑线 然后跟了一个0.5%的d 这个东西最后转呢 可以转成我的图像的数字 我可能第一张图就叫0001 第二张叫0002 我就这么转就行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我这个图拿进来 我该做一些augmentation了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呢 数据有限 数据可能几万段视频 或者几百段视频 那么我们想做一些增广 增广呢意思就是说想提高我们模型的鲁棒信 增广这个呢它已经帮你写好了 咖啡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只要改改就行了 那么怎么改呢 这里面有些参数 比如说crop size 是吧 我刚才读进来的图是个256的 我把它crop一下 就变成R24了 我R24来改 具体怎么crop呢 我代码里面写好了 那么这是外面一个调用的一个接口 那么里面怎么写呢 可能需要自己去写的东西 mineral呢是不是要反转 水平反转似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morphic crop 这些呢就是要不要做更强的一些增广 就是对图像是不是做一些更强的一些crop 这是我自己内部的一些逻辑 然后要不要multi-scale 也就是说图像要不要做收放 要做 然后呢 这个max distort 就是我增广要增广到什么一个维度 这些都是我增广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参数 我就不细说了 大家具体看一下 然后scale的话就是scale ratios 我定义好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数组 那么我在里面填个数组 到数据读的时候呢 就要用个数组的方式去把这个字段去读进来 读进来就行了 是不是光流 不是我们用了RGB的 然后呢要减掉均值 要不要减均值 然后均值我给你写一下 因为16帧的话我就写写16帧 然后呢再底下得写一个 你是不是在训练 include这个东西呢就face face是训练 这是用来做训练的 还是用来做testing的 做testing的话 可能就不要求BP了 但是testing 可能你跟训练给的位的图呢 位的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看的第二个呢就是 第二个就有一个test 接下来就有个test 就是说我这个 配置文件里面 把训练和testing的东西都配好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训练的时候 可能训个 100轮200轮 我做一次test 或者1000轮2000轮做一个test 我看一下我现在训的怎么样 结果好不好 因为后面是要做modal selection的 就是我肯定选一个validation 让训的比较高的 或者说有些人的话 可能是训100轮 我就取第100轮的结果出来 我不管它高还是低 我只取那一个也行 对 所以testing呢你要得写上 你得告诉代码 就是说告诉程序 你这里面有testing的东西 然后呢 这边做了个reship 把图像做了一次重新的筛选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往下看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卷积层了 这卷积层 type就是convolution 这是原来定义好的 bottom就是从上面那个 就是中间还做了一次 数据的那个翻转 然后就是permuteddata 是东西进来的 然后名字呢叫conv1 cafe里面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每层layer都有名字 名字好处是什么呢 名字好处就是模型 我们训完以后 模型会存下来 存下来以后这个东西 我按照名字 我就给它复制了 就只要你有这个protect 再加上模型 你就一定可以跑 只要是cafe的代码 就一定可以跑 只要它支持你的type 就一定可以跑 所以它最后 比如我们训好一个模型 放到另外一个环境中了 那么我们给它一份protect 会有一个经线版的protect 叫deployprotect 去掉这些参数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会很简单定义好这些网络 很简单的网络 然后基本的参数有 剩下的训练的东西我都没有 然后再给它一个模型 然后它就直接能载入 它载入的时候 就根据模型的名字 只要名字对上了 然后参数形状对上了 它就载入了 然后这里面这个名字就很重要 你名字不能取重复 名字如果取重复的话也会报错 也会告诉你名字有重复的 然后这个type就是卷积层了 然后进来一个primuted data 就是数据 然后出来一个叫conf1的东西 这prime是什么呢 是这个层的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常听到了 比如在cafe里面的话 会调每一层的学习率 大家会仔细地去调每一层的学习率 这里面包括它的vdk的参数是多少 这里面的话prime的话 第一个prime的话就是它的卷积 卷积的话 lernly rate就是1 1什么意思呢 你有个basis learning rate 可能我们出手就是千分之1 那么这里乘个1 所以这里乘的学习率也是千分之1 这学习率呢 就是说你求完梯度以后 要乘上一个学习率的系数 这个地方就来做这个事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哎 稍等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说这个卷积层我怎么配了 对吧 那怎么配呢 出出是64 刚才例子里面是96 这里面是64 实际用的说第一层出64 出个64的卷积层 第一层就出64 然后bias term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b 那个b我们不用 不加它 就变成force了 pad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卷积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padding 是不是要把图像稍微扩大一点 旁边补个0啊补个几的 chronousize呢 就是你的和 然后stride呢 就是你不常 每次挑多少 然后还有一个with fill with fil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初始化的时候 用什么初始化 这里面写的是高丝 然后呢 咖啡里面提供很多 不同的初始化方法 shave啊 然后凯明的这种 那个msi 就是何凯明自己 写的一个初始化的方法都有 然后呢 初始化呢 比如说高丝的话 标准差了多少 千分之一 一般这样的初始化的参数 然后这样呢 你就一层一层的不停地写 然后呢 要把它写完 所以呢 用咖啡的时候 一般习惯是什么 找一个写好的protex 在上面改 肯定不能自己写 因为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少号 对一万多号 对写死了啊 你要自己重处写 你大概你这周的工作内容 就是写protex 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问题是写了还有可能错 你少一个括号 这少一个括号 那少一个括号的 就完蛋了 对吧 你这个东西就很痛苦了 所以我们一定是找一个别人写好的 然后我们在上面慢慢改 一点一点改 对 然后 这个是 用到的时候有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Net scope 这个东西 嗯 对像现在有个ResNet 152 是吧 之前何凯明逊了一个ResNet 1000 对吧 那就不知道多少行了 那个东西写一下你要自己从头写 就写得很 就崩溃了 然后这是一个 嗯 嗯 看一下 CaffeNet 诶 诶 诶 这就是一个 把那个protex 输到它那个 那个网站里面去以后 网站 这个是展示的 就是实际上这边还有个黑框 实际上这边 唉 不好意思 抱歉 然后这边还有个黑框 就你把你的protex贴进去 然后一键运行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可视化的 就是 你一开始有protex的东西 你看不懂的 因为一万多行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看 然后呢 有这么一个网站的 后来我搜的 我想看有没有可视化 最早是有一个Python的脚本 可以帮你画一张图 你说你有一千多层的 那个图也挺大的 特别大 画起来 看起来也很费劲 然后这有一个网站 网站可视化就很好了 这就很好办了 这是Data对吧 输入的 你看这个应该是CafeNet CafeNet应该是VGG的一个变种吧 然后呢 这里面就写好了 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数据一样 它是train的 配色是train 就是训练用的这个网络 然后呢 它可能 min file 它那个中值呢 它是存在文件里面的 用了一个叫lmdb的 就是一种二进制的数据类型 就专门数据的batch size 是256 然后backend是lmdb 就是Cafe还支持不同的数据 你可以把 就是在用之前先把图像压成二进制 然后它有几种格式 LevelDB和mdb是两种数据格式 然后呢 从二进制去读图速度可能会更快 我呢 喜欢用直接读图文件 这倒也还好 就无所谓 看你个人习惯问题 还有包括你训练的 你现在着急不着急 着急的话就尽量先把它转成二进制 然后包括一些它的Shift 这个BlobShift呢 是它网站自己打写的 你实际在ProTex里面是没有的这个东西 它是帮你算的 这个呢 它就按照Batch11来算 它先给你的这么个东西 网站应该最近优化过了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 这个看不到 你看 你看到了下面第二层 它还告诉你这一层的形状是什么 每一层形状都告诉你 这样的话方便你去设计你的模型 你看它形状是什么样了 是不是要做Padding啊 是不是要做Stride啊 Stride应该是设成多少啊 你都能很好的去看到它 这个网站就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你咖啡的话还是很好的 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展示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 卷积层一般跟陆路连在一起 所以它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了 给你展示 这个网站很好用 就方便你看你的ProTex 对吧 然后激发好像是ProTex 大家也不太想看 然后 实际上呢 我们看一下Deploy的代码 对 Deploy的代码 就把训练的一些东西给省掉了 就没有训练的代码了 就我们看一下 就比刚才整件好多 是吧 Data就几行 十几行就没了 对 十几行没了 只要只是告诉你一下 这个Data的shape是什么样的 剩下的我不管 不开啊 因为不用训练 不用训练 训练算数都省了 这个应该是我没删干净的 讲道理这个都没有 Prim这个玩意都没有 正常的Deployed没有 这些无微不愿的Fearler都没有 这个正常的Deployed 会比Training要少很多 这只是给大家用的 就是说 对 所以一般大家发布的时候 发布的是Deployed的ProTex 然后Training Well的Training和Validation的呢 偶尔会发 看作者心情了 对 然后这就是咖啡底层 最底层怎么去用网络的 它读了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我们后面 这个PVT后面要讲的 我提前把它讲了 就是要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呢 配置一个ProTex文件 这都是PVT上 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怎么配啊 该怎么用 有了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就能跑代码了 怎么跑呢 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跑一个4卡的模型 调一下咖啡的这个咖啡的命令 这个是 这个咖啡Build好以后 原生的就在这个目录下 然后告诉它 你的训练是Train的 然后后面接上 你用GPU几张卡 我这里面用了四张卡 然后用了哪一个Sauver呢 这个ProtectSauver 对 Sauver没讲 Sauver是什么 Sauver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是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怎么学 Deployed是多少 这里面告诉你们 写了一个Sauver 所以它应该是有两个ProtectS 一个是Sauver的 一个是网络的 那Sauver首先你要告诉我 网络的ProtectS是什么 然后你来告诉我 你Test多少次 你每多少次Test一次 就是每一千次Test 那Test多少轮了 Test一千轮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Training和Testing的话 在咖啡训练的时候 它不会做显存的切换 所以说的话 你要给Testing预留一定的显存空间 不像现在PyTest去训练的时候的话 它会自动切换 所以你训Testing的时候的话 你不用考虑 你按正常的Side就行了 它Training和Testing 用一样的Batch Size 无所谓 但你训Capture就不行 你要给它预留空间 也就是说 你一张显卡比如说有12G的显存 你要切一部分给Testing来做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得告诉它 它Testing要多少轮 为什么要多少轮呢 就是因为你Training 首先第一个Training和Validation的数据量 第二个Batch Size也不一样 所以你得自己算一下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另外的话 学习率怎么调 就用Step的方式去调 学习率每多少轮 每十万轮 每十万轮降1.1 然后最后存的时候 带一个它的前缀 比如你要存成什么东西 存成什么样 就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Cafe是先读这个Protects 把这个读了以后 再读网络的Protects 然后相当于把Solver和Net都出传号好了 就调整成就可以了 就可以运行了 然后后面可以加一个Wayce Wayce什么意思 就是我先训练好了 比如说我有一个ResNet要挂的模型 然后想上面做点别的事情 我把FC次给剃掉了 把名字一改就行 只要改名字就行 名字改掉以后呢 比如说我拿ResNet52型 作为一个Base Model 我要训一个 它原来是训ImageNet 对吧 我现在只想训一个 这个垃圾图片 这个图片 因为网站嘛 网站有很多垃圾图片 很多公司有这样的需求 这图片来了以后 我也不知道它是用户传的 还是那些广告传的 那我就分一下 广告嘛 一般上面都有文字 那么就把图像丢进去 我做个二分类 它是垃圾图片 我就给它丢掉 不是垃圾图片 就拿下来 所以你把后面FC改一下 人在152 可能原来是分个1000类 你把它改成两类就行了 名字改一改 然后呢 把这个Model就丢过来 之前所有的参数全用 只是最后FC次重新训 FanTune一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FanTune一把 它就没了 左边呢 是它训练的日值Log 应该能看的 它会显示说 你训练了多少轮 然后每轮的Loss是什么样子 然后训练速度是什么样 每秒能训练多少个mini batch 右边的话呢 右边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存的Coffee Model和Sauber Model 它存两个东西 一个叫Coffee Model 一个叫Sauber State Coffee Model是什么呢 Coffee Model就是网络的参数 很简单 全是网络参数 什么都没有 拿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Sauber State是干什么呢 Sauber State是存你训练的状态 就是说包括你的Mode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比如说你训练的时候 可能程序挂了 或者说你没有代码写错了 有bug了 那么训了一半的时候 或者甚至说比如说服务器自己崩了 对吧 那你东西训一半停了 比如说你之前 一个模型你要训五天 你已经训了四天半了 模型挂了 等最后半天你不能重复去 那我直接 就是刚刚 不是刚刚为词了 应该是刚刚resume吧 还是什么 就不太清楚了 把这个Sauber State接上去 那么它把你之前 停掉之前的 那个网络训练的时候的一些梯度啊 包括状态啊 包括迭代次数啊 都帮你记录下来了 你只要把它漏进去以后 它就会帮你重新 比如说你训了四天半了 就从第四天半那个结果开始 接着往后训 再训半天就好了 这是一个重启的一个过程 所以咖啡呢 一般存的存两个毛豆 是这样存 对 然后呢 对 然后这就是整个一个咖啡训练的过程 然后呢 就是说很早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当然现在有更多很fancy的方法 去训模型了 然后最早的咖啡就这么高 然后还有之前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梯度检查 就是这个东西呢 可能现在大家没什么概念 不太会再强调这个东西了 但在咖啡的时候就会用 就像我刚才说的 咖啡提供很多的这个测试的脚本 它的测试脚本写的都很好 然后每一层都会帮你去验证 它这个东西对不对 那么就是有个gradient check 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呢 就用来做检查的 就是说你写的东西 写完东西就过来 梯度对不对 就是我们实现的时候该怎么做 这是在早期的一些 包括cacera上面 吴文达开的课啊 都会去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这个该怎么做 当然应该很多都是学数学的 所以我们从简单的数学推起 我们算说一个函数 就是我对它的一个某个变量 求梯度怎么求呢 就是说我左边加一个小的数 右边减一个小的数 这两个就是求一个区间嘛 一个很小的区间 然后呢这个区间相减差值以后 处于一个它的本身的这个值 然后我们让这个区间呢 无限趋近于0 取它的极限 趋近于0以后呢 就是它的梯度 原理就是这样 对 然后我们实现的时候也就这么实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θ加ε jθ加ε 减去jθ-ε 除以两倍的ε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ε一般设在1乎4 1乎4 不是11 11乎4也行 1乎4应该是 1乎4这样一个量级 就设置一个很小的数 然后呢 我就是在这个输入的参数上面 设置一个很小的数 然后再 就比如说这个j就是一个网络 我跑一遍这个网络 把这个数据呢 加上一个1乎4 然后呢 我再拿这个数据呢 减掉一个1乎4这个东西 它求出来的这个值 应该跟你求出来的这个t度 是约等于近似的 但你不能求设得太小 比如说你要设到1乎4的话 就太小了 太小了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有精度误差 就是说这个玩意 你还是工程上的东西 你算float浮点数 它也就是四个byte 它表示的精度是有上限的 如果你超过它精度的上限了 那么你算出来这个东西 它相不相似就你无从考证了 因为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float浮点数 在C++里面是能表示的 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一个精度的上限 但一般你受到1乎4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1乎4的时候跑了以后 你的t度不对 它会给你报大量的错误 你就知道了 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你得去改 对 这个就是cafe 大家对这个框架有什么想法吗 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我们会去讲拍套去 这个听起来就会比较轻松了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演示一下PyTouch怎么用 然后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PyTouch怎么用 然后这个PyTouch这一部分的slice 是我私的一个实习生廖新宇写的 对 他对PyTouch比较熟悉 然后呢还写过一本书 好像是叫什么入门 如何入门PyTouch吧还是什么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它 对 嗯 我们来说一下PyTouch 什么是PyTouch PyTouch刚才说过了 Facebook做的是吧 在GPU上加速基础上实现 张量和动态神经网络的 这么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很火很火 很好用 非常好用 然后 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去它主页上看 然后为什么用PyTouch呢 说了很多是吧 很多公司都在用 英明达在用 Twitter在用 对吧 纽约大学在用 是吧 有很多公司 Stanford也在用 Facebook自己肯定在用 对吧 Uber用了 然后呢很PySonic 是吧 很 你用说Network 是吧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它可以Debug 对吧 很方便Debug 用起来很舒服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呢 它现在这个东西呢 就是支持的没有特别好 就是还是有一些小bug 但是不影响大体的使用 正常使用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因为修的七七八八了 它现在版本大概是0.3 可能快要发布0.4的版本了 可能再过个半年到一年 能发布一个正式的1.0版本 到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东西就很稳定了 它现在在做一些其他的配套 比如说它的分布式的话不是特别好 可能效率不是特别高 它还在做一些优化 这都是在他们的开发的进程上面 再包括它最近要和Cafe2合并 之前也说过 然后我们说一下 探测Flow和PyTouch 为什么 首先说为什么给大家说PyTouch 因为就是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上手的时候用一个简单的工具 对你们可能就是对一个新手来说 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你立马就可以看到效果 对自己激励很好 如果你上来先学Cafe 对吧 你可能学到三天以后就放弃了 受不了了 从入门到放弃 对吧 因为满屏的C++代码 因为我现在面试很多同学 可能对C++可能都不太熟了 都会用Python 但问C++的时候可能就不太熟了 你再上手上一个Cafe 本来C++就现在不太重视了 Python是主流 然后再看一个Cafe 就直接放弃了 不搞Depointing了 受不了了 所以呢 可能先入手PyTouch会比较合适 我比较推荐大家 比如说如果你们不是做工程 可能先用PyTouch玩一玩 试一试这东西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你对工作 自己有个更高的目标 更高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去看看Cafe代码 看看人家是怎么实现的 包括C++的写法 人家写的是什么样的 你就看里面 Kuda是怎么写的 这些都有好处 比如说有时候 我经常面试的时候 就问很简单的问题 卷积层在工程中是怎么实现的 可能有很多人就答不上来了 他不知道 他直接什么探测活动 掉一个tf.com 是吧 就完事了 怎么实现的 就tf.com 这肯定不行 你对底层不了解 你只会用框架是不行 我们用框架的 了解底层的实现 是更好的用框架 因为很多时候 你有一些想法 框架没实现 你得自己去hack 所以的话 对底层还是要了解 如果你对底层有了解 对自己 就是自己有个更高的追求的话 我建议比如说你Python用的差不多了 你可以尝试去看一下咖啡类代码 看看人家 比如说卷积层怎么实现呢 是吧 然后扩大是怎么写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摊测活动跟Python的比较 也是我之前说的 Python就很简单 Python就很简单 第一个输入 第二个输入 完了以后出现两个tensor 这两个tensor随便做一下就出来了 特别简单 然后比较什么的 这些操作服全部被重载了 大一号小一号全部被重载 然后可以直接比较 那么tensorflow呢 就很恶硬了 首先要定义这两个counter 是吧 完了以后它要去算一下 有一个body是吧 要tf.add 要调一下它这个加的操作 你看这边 firstcounter直接加 加等于2 这个加等号已经被重载过了 但是tensorflow没有 tensorflow你得怎么调 对吧 当然tensorflow最近出了一个叫ego 可以支持动态图的 那个好像也就是外面套了个壳吧 这个东西就跟框架最原始的设计有关系 最原始它设计成什么样的 后面再慢慢改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好改的 像tensorflow这个wire loop loop你不能复循环 复循环肯定不行的 你必须得用它的tf.wire loop 这相当于你要调它自己的东西 所有动作的东西 然后呢它得先编译一遍 tf.session 先编译一遍 编译一遍以后 你看 with.tf.session add.sess 完了以后 sess.run 编译好了以后 去run它 这个时候才能把打出来 你看python几行 tensorflow几行 tensorflow还调不同的接口 是吧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是难上手 只是说它难上手 但是呢 它支持很多 所以每个框架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那目前也没有大一桶的情况出现 所以呢 该了解的还是都得去了解 就是说有碱入繁了 就是说你拍照很简单的话 你先用它来做 做些实验 自己做些简单的尝试 觉得自己对地方也比较熟了 想再看见别的东西 你可以去看看tensorflow 去看看咖啡 这样的东西 会自己提高更多一点 另外的话 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里面的代码实信 包括写法的话 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可以多去看看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PyTouch的一些结构吧 结构很简单 就是tensor 对吧 tensor之前说过了 PyTouch自己有一个tensor 这个tensor呢 你看这边有很多类型 咖啡里面就没有 我为什么没写呢 咖啡里面直接用一个template 模板就搞定了 template随便写 这些都支持 PyTouch呢 就可能要写一下 告诉你 你看我支持CPU的 Float Double Hulk Byte Chart 最近半精度的数据 也很受欢迎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之前我们都用全精度了 全精度就是四个Byte 32倍的Float 这个东西呢 很占显存 然后很大 计算量很慢 那我们想 如果用半精度 是不是计算得很快 之前有那个高通的 Arm的公司派的人来沟通 说这个东西 我们就问他 你们为什么不弄个半精度呢 弄个Double Float 没什么用 人家说了 因为根据HWE的标准 没有半精度这个东西 就很早就没有半精度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到各个公司去问 这些公司也在做这件事 有的时候会去问 他说你们在Double Float上面有什么需求 我们都说我们想要个半精度的 所以呢你看现在 我记得好像NVIDIA的显卡 新出的好像可以支持半精度的计算 具体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开始有了 也就是说你训练的时候Float Float全精度的这个东西 其实你训练出来的模型 是有很多种类的 你小数点后三位就差不多了 四五五六七位那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 代表不大 那么用个半精度的 就减少了很多的计算量 速度也会提升 甚至呢 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些 就是说八比特的模型 甚至是二比特的模型 Binary的模型 有很多 这都是在那段时间 就是说去年前年的时候 东西在手机上跑得很慢的时候 大家想出来的各显神通吧 八比特的模型呢 跑一些分类和detection的模型呢 是可以跑的 有这样的work的东西 然后呢 可能你要做是metric learning这种东西 可能有点麻烦 四比特的我也听说过 有人跑过 就是说 一个数据 比如说一个feature 可能就是 我们以前用的话 可能是1024的feature 那就1024乘以四个byte 它现在1024乘以四个bit 这一份数据就表示出来了 内存省了很多 显存省了很多 速度也很快 因为你算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会用到 机器上面一个东西 叫做寄存器 那寄存器 你如果你的东西大了 那寄存器就那么多 那肯定每次计算出来就少了 那如果你数据表示少的话 那寄存器用的就多了 速度也很快 这是tensor 然后多讲了一些 tensor呢 然后PyTouch还有一个好处什么的 它跟numpy结合成好 numpy呢 是在Python里面常用的一个东西 一个数据的东西 对吧 你在numpy里面 我们一般用opencv的时候 opencv 其实它那个mat 在c里面是mat 写了很多 到Python里面的话 就变成numpy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表示数据的 numpy肯定是存在CPU上 就是说我们很多程序 都是拿numpy写的 拿numpy来表示数据的 那么呢 你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 把numpy的数据 直接拷到tensor里面来 就一键转换 接口写好 用touch的时候 跟numpy的其实很像 touch.0就是 创建一个0的数组 多大 你自己后面写一下 然后fromnumpy touch.fromnumpy 这个地方 就是从numpy里面读一个数据 把它转过来就行了 对 然后你可以点touch 你可以比如说 出了这个xtensor了 已经是tensor了 是吧 你xtensor.data.cpu.tool.numpy 然后又把它放回去了 又把它放回成numpy了 转换非常容易 因为有很多库的话 像Skinrent这种库的话 支持的是numpy的结构 所以你这之间呢 可以互相的转换 很方便 对 然后的话 这是tensor 这是tensor 是吧 然后呢 这个pytosh呢 就在tensor这个地方 多做了一层 上面一层叫variable 它tensor呢 真的就是个tensor 没什么东西 然后variable呢 相当于在外面套了一层 好像0.4的版本 要把这两个统一起来 具体 我不是那个 还是等它发布的 然后呢 data呢就是tensor 你看这里写的 data就是放了它的tensor 然后这里面呢 会有t度 对吧 t度那个gradfn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是动态图 因为它做了很多优化 所以呢 它在求导的时候呢 中间结果它不一定保存 不一定保存 什么意思呢 t度算完我就丢了 算完我就丢 算完用了以后我就丢了 那么不能保存 那可能 这gradfn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东西 进入一些基础 一些历史信息 那么这个东西呢 可以被我来所用 对 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东西 所以PyTouch 跟咖啡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底下有个叫tensor的东西 上面有个叫variable 实际上你只要寄variable就行了 variable里面包含它的数据 然后包括它的t度啊 该怎么做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是自动求导 深受人民训维中喜爱的 这么一个工具很好用 你用的时候呢 这个自动求导呢 比如说我们求到 求到一个东西叫loss 回头可以演示给大家看 loss.backward就行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它自己帮你求 从楼到尾求完 求完 然后那个t度也更新了 然后再ultimize.update 就更新了非常方便 它里面就是我刚才说的 用了列式法的什么的 然后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retain graph 什么意思呢就是t度 t度算完要不要存 有些工作呢 它会对这个t度再做一些处理 那么你算完丢掉的话肯定不行 所以它会呢 给你提供这种接口 比如说你对t度想要做一些 什么操作了 gradient normalization 或者之类的 什么之类的操作 你可能需要把这个加上 在某些特定的operator上 你把这个东西加上 它就把你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以后呢 这个东西你可以做一些操作 对 然后 AutoGuard就自动求导 每一个variable 自己会带的 这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左边 是吧 首先呢 我申请了一个variable variable呢 是一个二乘二的矩阵 它是一 里面都是一 对吧 我们创建的时候 需要它做t度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下 做一下这个计算图 怎么做呢 计算图很简单 首先加个二 然后平方再乘三 最后求了个min 然后看底下结果 这个是已经跑好的 最后这个字音呢 是27 一个二乘二的矩阵是27 然后呢 出来这个结果呢 肯定也就是27 是吧 做了个平均 完了以后 我只要掉下这个alt.backward 然后它自动 帮你把这些导数都求完了 对吧 这alt z对y的求导就是 6y 对吧 然后y对x导就是1 这里面都肯定算好了 然后它自动就帮你求 那么求导数都算出来 帮你算出来 x的gradient 你看最后它打印下 x.grad x.grad 就是它的gradient 把它的t度打出来 你看一眼 4.5 全部都有一模一样 就很方便很快 这个东西就很快 包括你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把t度传给它 就是告诉它 那个loss是什么 你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算 对它对底下求导的这个值 上面的值是什么 它会帮你算 这都很简单 都很方便 写了很多方便的接口 你可以直接去掉 正常我们在模型里面 就写一个这个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管 它自己会算 如果你是正常操作的话 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 这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 算完以后 非叶子节点就会被清空 什么叫非叶子节点呢 非叶子节点就是刚才我们看的一些 Tensor Operator Operator是中间的 Operator下来的那几个 什么WX 就非叶子节点 他们t度计算完就会被清空 为什么要清空 清空是为了节省内存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取呢 有个叫hook的函数 hook什么意思 就是钩子 那么我在实现的时候 给你留了两个接口 你要自己注册一下 你想在里面做些什么操作 比如说我们看右边的这个东西 右边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能看到 就是说还是刚才的那个例子 但是呢我注册了一个钩子 那么它在计算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 也就是计算完了以后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t度打印出来 那么比如说你计算完了以后 我想在里面做点事情 那就它自己会做点事情 比如说你t度要乘个2 我大家都得乘个2 所有t度都得两倍 那么这里面你可能grad乘个2 grad乘个2就可以了 然后就出来了 用完之后呢 要把这个东西删掉 对 这是它要求你的 不闪掉了可能油还得油 对 这样就很简单 这个钩子函数其实是很好用的 便于你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操作 有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觉得t度太小了 传过来的信息不够 怎么办 我们可能做一些操作 对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一般呢我们不去写backword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写 一般在我们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写个前项就行了 但是有些呢 比如说你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些 比如说前两天 我自己在用的时候发现的就是说 编层 编层有个什么特点呢 可能最近出了一篇文章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 何凯明出的叫group normalization 它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你batch太小的时候 编层求的那个命和virus非常小 那么太小了以后呢 编那个东西就特别不稳 所以它根据在每个batch上面 两回晃荡 那么导致你最后的t度也很不稳定 所以你网络一看收敛的性能特别差 它用group呢 就是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种呢 可以做什么呢 做batch synchronize 或者说batch of reduce这样的操作 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八张卡吗 每个上面都塞很小 因为有很大的网络 那我们就把你每张卡算的bn 我给它再统一遍 再算一下 你一张卡上一个batch 但是八张卡就八个batch了 八个batch就可以够用了 那我肯定要做个think 那个地方bp你就得自己写了 因为你think的时候 你要去做通信 做什么一些操作 所以那个时候bp就得自己写 然后别人有提供的工具去写 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 其实bp你也可以自己写 不是说非得用它 你可以自己写 因为你要做一些特别的操作 比如说有些操作 它就没有正常的数学图导 所以你想 你就限制它 就得给它传一个导入什么的 会不会这样的一些操作 你就要可以自己写 你可以自己这么做 写完以后的话 直接按照方法去调用就可以了 apply的话就是说 xc输入进来 你看进来一个tensor一个constant的 前项都对应的 bp的话自己帮你算 告诉你怎么算 算完以后退出来 求到了 导出就把你求出来 所以说的话 它可写可不写 不写的话就是它自己的 然后你写的话 可能自己有些特殊的操作 要做这些东西 这是它的一些标准的操作 都很简单 都非常简单 很容易上手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线性的回归 这些简单的例子 回头给大家看一下CN 比如说我们训练一个网络 该怎么做 简单的线性回归 这些用一些基本的operator来做 简单的线性回归就是 y对wx加b 然后最小二乘 完了以后求个t度 这种长线的公式 你要在c里面实现 就这么实现 就得这么实现 生成两个variable 然后它们乘一把 乘一把以后呢 然后再把它求个min loss的话就求个min呗 求个min就是作为公式对应上来的 最后要求到 求到的话 每次的话我要算一下 是吧 点quad.data 点quad.data 就是它的t度的数据 点quad.data 就是它的数据 数据成个lending rate 缺义率是多少 然后把这个更新 一点一点 就能把它这个weight和b 来写出来了 训的时候呢 写个过去换 是不是简单 训十次 叠代十次 叠代十次每次跑一遍 每次跑一遍 然后t度更新完了以后 然后呢 每次要把t度要设一个 把它制为0 因为你上一次算完t度以后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这个t度就已经空了 这t度里面是有值的 所以每次bp之前呢 你要把它制为0 手动的制为0 这个需要是做的 做完以后呢 就像是里面被清空了 清空里面都是0了 然后重新给你算一遍 这个grad 然后呢 然后最后呢 optimizing step一下 就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一步 每次帮你loss打出来 最后你看这个红线 红线就是你 最后叠代出来的这个点的这个位置 就是W乘B的位置 就是loss一点点往前降 一开始三点多 后来一点点降到0.29 叠代试了 差不多了 出了一条直线了 就OK了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模型 怎么写 然后 我们可以看点例子 嗯 这有个例子 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iPython的一个东西 然后逢给大家看 首先呢 把PyTouch呢 用port进来 你port一个PyTouch 然后PyTouch 用port进来以后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tensor 那个touch run的dn 就是一个标准的tensor 或者说你这个地方 直接比如说我们生成一个 二乘二的tensor 就是写成二乘二 然后呢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是什么东西 你看 2A就是个二乘二的东西 对吧 里面数字写好了 或者呢 我们写成touch 我们随机生成一个二乘二的 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这里面就是一个随机数 然后服从一个标准分布 这就能生成这么一个东西 就很简单 然后探测就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网络是怎么定义的 我先import touch 是吧 然后touch nn呢 是它一个 就是它有基本的一些operator 然后这些operator呢 就是一些函数 但是呢 它会在外面包一层 包一层呢 都放到这个 package nn的package底下了 包一层呢 包括你卷积层 有参数以后 参数该怎么数值化 形状什么样 这些东西呢 你只要给了一些特别的参数 都能帮你算出来的 所以呢它帮你包一层 方便你用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去调它 调它呢 就在nn.function这个包底下 然后呢 就有一个variable这个东西 这个function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operator 这个东西 nn呢 是帮你包了一个类 这样呢 你可以直接用 然后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网络 首先呢 生成了一个2D的卷积 有一个2D卷积 输入是1维的 这很明显是1维的 对吧 然后除处是6维 curtle size呢 是5 然后第二呢 我再接一个 再接一个6和16 它首先呢 要把你的operator先定义好 然后就6维的 那个curtle size是6的 然后输出到16的curtle size 是吧 最后呢 然后底下呢 我做一个线性的加乘 那么输入呢 是16乘5乘5的 因为这curtle size 两个下来以后 应该是一个5乘5的 一个fishing map的size 然后16乘5乘5 出来是120 我再接一层FC 120到84 再接一层84到10 这是个简单的例子 首先呢 你把你里面需要的operator 都定义好 然后呢 写在这先写好了 写好了 第一步呢 它先调unit这个函数 帮你把这些东西都生成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 给你包搓 没问题的话就生成好了 生成好 第二步就调forward 我们要看一下 它这个是 net呢 是NN.module的一个子类 也就是说module呢 是它的一个G类 或者它的一个负类 这个里面呢 会隐性的帮你去调forward 还是bp 什么时候该调什么东西 它都会帮你做了 所以你只需要在这里面 把你的这些东西写好就行了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的原代码 会告诉你 后面会讲 这里面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 就调前向 比如像Max Pulling 这个东西 我也不想定义 反正我就用一次就拉倒了 那么我这个 这个里面呢 就直接调f f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 touch.function的 这么一个包 这个包呢 我就可以直接用 我也不用注册 就直接跑就行了 reload呢 是一个函数 所以最里面呢 你看 这个forward要写成self 然后xx就是你的输入 这个输入进来以后 第一个参数就是输入了 输入进来以后 过一个卷梯 对吧 过完卷梯 过完以后呢 再过一个polyn polyn的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函数里面会有 告诉你是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参数 这个是一个 这个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到的average pooling的一个东西 它呢失利了就告诉你 直接调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 比如说我们有个average pooling 2D的这么一个操作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操作 那NN点那个东西是干什么呢 NN点呢还有一个AVG 你看到没有 这个它 它呢其实就相当于把刚才的那个函数包在里面了 但是呢你只要告诉它一些基本的操作 它就帮你去算了 前项后项都帮你算好了 所以呢这外面呢相当于tork好用 方便你用而已 然后底层呢会有个方向迅速这样的东西 它都给你实现了 然后看你心情吧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都方便很随意 然后做了一次 就相当于这个网络了 所以这个里面你只能看到说这个网络 你有了这么点东西 实际上呢它运行的时候有reload 有poly 对吧 掉了两次poly 这个呢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呢一般呢大家用的时候呢 会把它写到这个里面 就是你用什么操作就写在里面 到时候我打印的时候呢 我能看到这个网络结构大概是什么样 我心里有数 但如果你要写在forward里面不是不可以 就是看那个网络结构的时候 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会遗漏掉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 真正用的时候很深的网络 东西还是很多的 然后forward呢就不停地去运行呗 进输入输出输出输出 最后出一个结果retrain一下就行了 就返回来了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东西我运行了以后 然后它在执行 会把你的这个net打出来 你看这个net就跟我们刚才 之前定义的一样对吧 两个卷积层 三个FC 然后它会把你每一个东西都打出来 然后呢 然后打出来以后呢 这就是这个结构 你就可以去用它去做一些事情了 跑一些事情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的parameter 就是这里面参数是怎么存的 你是不是可以掉 然后呢 net.parameter呢 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参数 它会把参数全部给你掉出来 它其实里面会写一个字典一样的东西 把所有的参数都存在那个里面 有个在python里面存 其实就类似于c的指针 存在取来以后你直接掉它这个东西就变成 就帮你返回一个迭代器 然后你拿lis 一lis一下以后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 这里面每一个参数它都没有名字的 它就是形状 就是tensor 或者vibriable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6155 肯定是第一个卷积的参数 这个6是它的bias 然后这是第二层卷积的参数 按照顺序来的 这是第三层FC的参数 120 第四层 第五层 全部写好了 都告诉你了 你可以打一下有多少个parameter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parameter的形状 parameter0 第0个 因为这是list嘛 所以说我取第0个 第0个它的size是什么 它是卷积1的参数 就是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参数 参数其实跟tensor是一样的 我们dri下它 能看到它里面有很多函数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操作 就是tensor支持的操作 这个求绝对值 对吧 预选cos 然后可以加可以减 带下滑线呢 是指做inplace的操作 就是说我做完这个操作以后 我里面的值就被改了 如果你不带inplace的话 就可能就会要再返回一个值 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 比如这是backward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基本操作 跟numpy很 基本上很像 就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把它当作numpy来用 点data的话就是取它里面的数据 或者点ptr的话是数据的指针 然后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都在这个tensor里面去实现 具体调的时候 你看你怎么调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在GPU上运行的 怎么去知道它在GPU上运行 你只要生成完以后 它肯定在CPU上 你要只要点个cuda就行了 点cuda就可以告诉他 我这些参数啊 网络啊都在放到GPU上去 他就帮你放到GPU上去了 然后我这nodebook是带个GPU的 所以放上去了 放上去我们可以看一眼 可以看一下这个参数啊存在什么地方 存在GPU为0的这个上面去 你用多的话可能会看到 可以放在1上面2上面都会有 对 然后呢 这个input input我随机生成一个输入是吧 11332 32的 你看 跑net 然后把输入丢进去 就出结果了 所以你以后写训练的就好写了 复循环完了以后 每次往里面丢个数据 不同的数据丢进去 是吧 最后就出来这个东西了 然后调之前要调个ZeroGrid 这么一个东西 稍等 没错 要调个ZeroGrid的东西 这个要点cuda 你看刚才我们在 那个是在CPU上的 GPU上的 这个如果不点cuda的话 讲道理应该跑通了 跑通了可以看out 刚才这个东西不在这个点cuda上 它就有问题啊 哎呀 演示失败 就是 好吧 行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看一下排套去怎么用 然后大家可以 课后的话自己尝试一下 好嘞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